来看新闻 昨天凌晨4点多钟 南京市民程先生在建业区的一家浴室洗了把澡 前后半个小时左右 他发现放在衣服口袋里的6500多元现金不一而非 程先生说当天凌晨 他在外面打完牌后 独自一人来到了胡锡街上的这家浴室洗澡 他把脱下的衣服锁在了衣柜里 大约半个小时后 洗完澡准备穿衣服回家 发现放在口袋里的6505块钱的现金不见了 打开了我就怀疑这个内部人员搞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来洗澡 而且这个晚上洗澡的人特别少 当时在浴室值班的只有60多岁的柯师傅一人在场 柯师傅说 程先生放衣服的柜子是锁着的 根本没有打开 也没有撬动的痕迹 而且在程先生洗澡的这半个小时内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值班室半部 没离开一直在离开 浴室负责表示 他们这个浴室已经开了几年时间了 第一次发生顾客财务失窃事情 明警赶到现场 要看监控路向后 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最终浴室方与程先生 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 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 浴室处于同情 一次性赔偿程先生2500元 警方指出 进入冬季 公共浴室盗窃事件逐渐增多 而通常浴室更衣室内 不能安装监控探头 一旦失窃取证较难 因此提醒市民去公共浴室洗澡 尽量不要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额欠金 感谢观看